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要留意好人经济介绍什么书 大家上来买书 如果节目直销优惠买了就行了 但如果你打算听完介绍上来买 我是不是上来听完介绍 我想说之前节目介绍过的书都卖得非常好 有很多本都卖了 包括探变卖了 探变卖了 探变卖了 淘解戀的心理学 淘解戀的心理学 微差力也没有了 还有淘解希联神话也没有了 然后刚才微差力刚刚卖了最后一本 然后自私的基因只剩下一本 自私的基因现在外面只剩下一本 然后离开时以我喜欢的样子 外面只剩下一本 前几天说过的超级提问力也只剩下一本 前几天说过的留言效应也只剩下一本 所以就快点上来 快点上来 快点上来 还有听完我们的介绍 就快点买了 快点买了 因为我们完成开仓 才将一些编辑选书 摆上去我们的online store 但是如果没有货 我们就行量一下会不会再进 也未必进 有些未必 有些未必 有些不是新书 有些如果没有了 到时摆上编辑选书都未必有 好 这一节就做另外的套装 先开买 现在开卖了 首先就是全套 全套金钱诗 其实这个是金钱诗 金钱诗 小弟已经完成了的系列作 金钱诗卷一至卷九 其实每天都有人买 正价是八百元 已经比单买逐本便宜了 还有它会连接一个音乐专辑 它里面会有一张下载卡 有个密码 然后你回去下载 会下载到三首金钱诗的主题曲 卷一至卷九 小弟写了十年的一套书 我也不知道写了多少字 这个大概六十万字 大概六十万字 也不是很多的 那年后会觉得是预言书 这几本 里面有很多已经开始 最后的几期 最后的几期 正价是八百元 限时一位只是七百二十元 只是七百二十元 大家多多光顺 另外就是两个关于整个世界经济 经济书 关于世界经济结构 那本《世界又热又平又济》 我早几天就介绍过 是《世界是平的》的作者 另一本的作品 表面上关于环保 表面上关于气候变化 但实际上是关于能源背后的经济结构 和这个世界局势的演变 是挺有趣的 他的预计是挺有趣的 看完这本书 对中美贸易战的理解 会多了些 世界又热又平又济 另一本书 就是今次重点想推介的 就是这个《激进市场》 激进市场 之前也有推介过 之前也有推介过 但好像他们不是说很多 那是谁做的 《鸡毛》 那天不是说很多 那天不是说很多 是吧 可能 我初头也有点低估了这本书 以为都是说些 以为都是说些市场策略 那些东西 原来不是这样的 原来不是这样的 这本是奇书 这本是厉害的 这本是重点推介的 为什么重点推介呢 一会再继续讲 今天这一节主要是讲 《激进市场》这本书 两本加上 《世界又热又平又济》 和《激进市场》 两本加上 433元是正价 限时优惠价 只是需要368元 只是需要368元 《世界又热又平又济》 《世界又热又平又济》 本身是大作 是 大作 很受 有话题性 是 另外这一本 《激进市场》 原来很厉害 是 原来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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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 就是《新自由主义照片大地》 哦 很厉害 特殊的一本书 是 这本书 是 市场经济的 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市场经济的 一个 实验的构想 那 新自由主义 我们经常说新自由主义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问题 市场经济是 自由主义 为我们这个 为我们这个 现在的世界 带来了很多问题 是 贫富懸殊 有很多 贸易不平等的问题 是 贫穷的问题 还保的问题 好了 这是 新自由主义 经常会面对的 困境和难题 因为 古典 古典的市场经济 的想法 全部都是奠基于 一个概念上 就是 新自由主义 常常会鼓吹 这个 大市场 小政府 那些 政府是无效的 然后 计划经济就失败 计划经济事实上失败 计划经济在这个世界上 事实上失败了 但是市场经济 是不是 原地 但是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金融海啸 你会看到 华尔街 登盘 你会看到 华尔街的 掠夺 然后 你会看到 很多不平等的 剥削 劳工市场 处于一个 被压渣的状况 理论上 如果是 最主要就是 奠基于一个假设 就是 市场的效率 是否真正的发挥 那是否真的公平开放的 完全市场 但事实上是没有完全的市场 因为始终是会有 譬如在所谓的市场经济里面 其实会有大量的寻租行为 你会有 因为寻租行为 因为牌照 因为垄断 因为官商勾结 你会有一定的垄断情况出现了 也会有一些 譬如好像说香港 直接说香港 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 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 虽然现在不是很自由 现在做不到生意 晚上不可以做生意 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里面 也会有很多 譬如我们的租金是一个剝削 我们的地租是一个剝削 因为地租蠶食了 这个理论上是一个低税率的社会 理论上是一个小政府 当然现在不是一个小政府 现在政府很大 现在政府要你戴口罩 现在政府要你戴口罩 要你 要你 不可以多 不可以多四个人 不可以多四个人聚在一起 好了 但原本来说 他理论上是一个 是一个大市场小政府 但是 因为地租 因为贵 高昂的地价 然后 那个高昂的地价 就已经制造了一个营商的门栏 是 然后影响到市场的价格 而且也因为这些门栏 令到根本就没有得去平等开放 去做一个交易 于是乎交易的效率 就彰显不到出来 这个就是很多很多原理 都是一些基础的经济学的原理 令到就是 好了 怎样呢 于是乎就有很多左翼的运动 有很多反全球化 这个世界继续在左右之间 在争逐 各族 譬如要寻找公平的贸易 或者不断强调要有企业 在谋利之外要有社会责任之外 此类各样的制衡 那一路都是失衡 就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底下 就是领展上市 领会上市 然后变成领展 然后很多公共服务 然后私营化 追求更高的效率 但结果追求更高的效率之下 然后形成了一些剥削 形成了一些垄断 又或者变成了一些不积极营运的状况 因为它是互相违背 你如果放在政府上 政府就不积极营运 于是将它私有化 但私有化 因为通过地租 就已经可以获取利润 于是其他的业务就不需要营运 于是产业就单一化 然后谋生就变得困难 然后彻底倾斜于金融和地产 就制造贫富圆属 等等 我们所熟知的所有问题 于是因为社会有这么多市场经济 带来的各样问题 社会就继续在左右翼的意识形态之间 大家在争俗 各族 但大家都知道 计划经济不是一个出路 或者是一种古典的社会主义 其实已经在很多国家的验证失败了 而事实上现在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其实中国不是 北韩不是 北韩 北韩是不是一个国家 北韩是一个失败国家 如果是古典的 北韩也没有经济 在古典的定义上来说 它是一个失败国家 或者它是铁幕国家 铁幕国家 我们不知道它实质的情况是如何 好了 但这本书就提出了一个挺有趣的角度 挺有趣的角度 就是 它提出一个 那不如进一步市场化 进一步市场化 跟这个世界在唱反调 这个世界现在一直在探讨一件事 整个世界在探讨一件事 就是说 因为事实上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完全的市场 而事实上市场也不能够 就是说 其实政府要有一定的角色 又或者NGO要有一定的角色 或者一些非牟利的团体 要有一些角色 去补充那个失衡 但是这本书就提出另一个方向 就是所以它叫激进市场 激进市场 激进市场不是寻找激进市场 而是推进一个更加激进的市场经济 将那件事进一步市场化 将所有东西进一步市场化 然后看看会不会 它不是 它提出一些很具体的方案 那件事是不是更加推到去更加贫富元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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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是 市场经济不是为了制造贫富元素 你明白吗 那是副作用 市场经济的概念 那个概念就是交易和价格本身是会带来一个资源平等分配的概念 首先你要明白这一部分 就是因为交易双方 因为大家的定价和 譬如好像劳工 譬如在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 劳工是不会被压欠的 没有可能被压欠 因为那是交易 那个价格是会判定了 你到底有没有被压欠 因为那个价格不对 你不会做的 就是demand supply 那个价格对 那个价格对 他叫你做那么多东西 你带回你的数据你才会做的 但是在市场 但是那个盲点就是会在于 你要知道你找不到工作的 还有就是 你做了某个行业之后 你是会做不到第二个行业 就是诸如此类那些 这个就是流动的问题 以及资讯不平等的问题 我们停在这里 我们停在这里 基础概念你自己要读 我们没有时间去教育你 就是他所谓进一步的 进一步激进的市场化的意思 就是 将那个 如何将那个市场变得更加有效率 就是市场经济之所以出问题 或者现在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 就是刚才上述我解释给Derek 那件事根本就没有实践到 那么就是去想 一些新的概念去实践它 而他的很多概念都挺激进 他里面提出了几个假想 几个概念 譬如 举例 我们讲回地产的概念 地产的概念 他里面有个概念叫做 关于财产的独占权的问题 是 什么叫财产独占权的问题呢 就是 我们只是用土地的角度去思考 我们用土地的角度去思考 那譬如 资本主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或者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 有一个最主要关键的分野 就是 到底 亚当斯密斯最主要资本主义核心的概念 就是 你要有交易的权利 是 你要有交易的自由 是 那你怎样有交易的自由呢 你一定要尊重私产 是 是 你那样东西是你所管有的 嗯 就是你买了一样东西是你的 是 你买了一样东西是你的 好了 但是放出土地 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 放在土地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 就是 譬如你在国家的角度去思考 是 那你买块地 块地就是你的 块地就是你的 是 那这个首先第一就是 首先第一就是 会有一个政治上面的危机 是 有一个管治上面的危机 好了 但是其实这个在 这个中世纪的欧洲 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地主的问题 嗯 地主 贵族 他通过的地 和那个地的放租 嗯 他就已经得到了 很多的生产 是 财富了 那因为那些田龙 一定要拿你的地来耕中 嗯 那接着之后 那基本上你是没有东西做的 嗯 所以贵族是没有东西做的 是啊 地主是没有东西做的 那于是乎 土地的效率就是很低 嗯 土地的效率就是很低 就是 你都不用做 你都不用做 其实这个情况 和香港都出现的 香港都出现这个状况 因为 地租是会不断地升的 是 地租不断地升 那于是乎 那你其实有地 放在这里 就是你 譬如有很多 就是我们经常说 地产霸权很 香港的地产霸权很 很进取 其实不进取的地产商都是有的 很多 是 限制土地 限制的土地 这样 然后土地不发展 或者发展了 其实又搞到残残够够 其实有很多 因为它都够做 是的 它都够吃了 那它发展来做什么 你身体有多少农地 是啊 跟着 然后就令到它没有效率 嗯 令到它没有效率 好 虽然香港的地产不是独占的 就是没有占有权 但是其实后来都变成了 一样有占有权 因为后来的解决方案就是变成了租 租用土地 但是租用土地有其中一个概念就是 土地的所有权是归于国家 你有限期租 但是上面的建筑物 上面的建筑物 就是属于你的 是的 上面的製造物就是属于你的 但是 你难道有些地标的地方 譬如你建了一栋中银 在那里 不然你收回它 是不是 譬如土地的价值 有一个概念就是 譬如他书里面有美国帝国大厦 来做一个例子 是的 好了 美国帝国大厦的地段 那里 跟着之后 跟着之后 很贵的地段 是不是 但是 但是 地段的价值是来自于什么呢 那 美国帝国大厦本身是地标 是的 但是地标是属于它的 地是属于国家 是的 那你难道叫它拆掉它 是不是 你怎样分离 那你结果就是逐租 那你结果就是变成了一个独占的状况 那你结果就是变成了一个独占的状况 那于是乎那个效率就没有了 好了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难道充公它 难道将变成了均田制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刚才只可以用土地作为例子 他就说如果我们假设这个世界 无论是高铁 无论是海底隧道 我们将所有东西都变成了 这个比较复杂 你尝试pick up 就是它既不是租荣 也不是独占 不是租荣 也不是独占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 当有人来买你那样东西的时候 你是不能拒绝的 你一定要卖给他 那是怎样的概念呢 我们用土地来作为一个 它有少少复杂 就是假设你拥有了土地 那土地是值多少钱 就是你已经拥有了土地 你买了土地回来 好了 接着你就自己判断 你自己的土地 又或者你那个这样的地方 它是值多少钱的 那它值多少钱呢 你就交多少税 就是这个是一个 你自己去定义 你那个资产的税率 不是税率 sorry 你的税率是定的 但是你交多少税 就奠基于你拥有的东西 是惹钱 那你就定义 用一间公司为例 譬如用一间公司为例 譬如用《易律时报》 那我拥有《易律时报》 那《易律时报》应该交多少税呢 这样 《易律时报》应该交多少税 譬如举例是 如果是1%的税 那我就自己申报 我认为《易律时报》是值多少钱 嗯 那我认为《易律时报》是值多少钱 那我就保持着 要交这个价值1%的税 但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大家都报小数 是啊 是啊 那会怎样呢 那情况就是 在他主张的法规里面 就是 你说了你的公司值多少钱 就要卖多少钱 政府如果要用这个钱来卖你 你不可以拒绝 嗯 你不可以拒绝 是 那你为了令到你自己谈东西 不会被人买走 是 你就要高一点 但是相对的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你将它高一点 你就要交多一点税 嗯 你一个产业 你一个公司 你要去定 你要自己制定它的价值 而制定价值 带来的成本是什么呢 就是要交这么多税 是 那你要交这么多税 那你还要衡量一样东西 就是 我就要赚这么多钱 嗯 才可以遇到这个价值 然后再上我才有利润 嗯 那我就不敢设得太高 是 因为如果我设得太高 它就会制造了我的负担 是 但是你不可以按下它 是 因为如果你按得很低的话 政府就会买了你 然后拿出来拍卖 嗯 那于是乎 就不 在那个价格的制定上面 或者在那个政府的营收上面 它就会 尽量去制造了一个 所谓的最优化 嗯 最优化的一个 的 的 你首先你要 你一定要 你那个 那个 那个价值的定义要很准确 嗯 另外就是你做了这个价值定义 你一定要很 很 很准确的衡量计算 就是我到底我这件事 带来的营收 能不能够够够 或者是 能够够够够 那个 它的税叫做独占税 嗯 就是说在这个概念里面 资产这个 它是 它当然不会所有东西都会这样做 但是 譬如是 一些 譬如是 电视牌照 嗯 或者是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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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 太小的东西就不可以这样 或者隧道 太小的东西 太小的东西就不可以这样 因为如果所有东西都是这样的话 那它会 制造了另一种的成盘 它会制造了另一种的营运成盘 是 因为如果我的公司太小 我还要这样去计算的话 那我的生意很难做 是 就是某一个规模以下的公司 就不可以这样 但是当企业去到某一些 就是 它使得大白象工程 基本上 没有可能存在 就是它既是外判 它既是外判 但是与此同时 如果你是一间小中小企 车房有人说很难定义 如何为之低 那些 不是 就是会有人买勾走你 是啊 就是你怕不怕有人买勾走你 你怕不怕有人买勾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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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去申请了 喂你不如拍卖 是 而且你是不能拒绝的 是 你是不能拒绝的 你自然就不敢计算一个这样的价格 嗯 你就一定会计算少少 你一定会计算少少 你一定会计算少少 略高于多少 是 那你去到那个位 去到那个位 那它就会去到一个平衡的位 嗯 去到一个平衡的位 但是呢 但是呢 它不可以骗及所有的公司 因为这样呢 就是这样呢 它是会令到你 因为那个价格的位置很难定 是 当然 如果你所有公司都是这样 它就会衍生一个更无效率的状况 它会令到公司没有钱赚 是 或者赚来也没有用 或者发贷也没有用 是 但是呢 它适合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公营企业 或者是一些外配的公营企业 如果把那件事放在领展 那我们就不用主张回购领展 是 你明白吗 譬如我们现在经常说回购什么税 现在没有税到回购了 现在只剩下西税 西税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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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税到回购了 以前经常说什么 东税回购西税那些 然后现在经常说回购领展 但是如果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这些这样的公营事业 其实就是解决了状况 既可以外判出去 但是外判了出去之后 又不会有一个状况就是收不回 那个问题 又不会出现那个无效率的状况 这个就是所谓的激进市场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提示 其实他几个想法都很有趣 譬如他有一个是关于民主选举制度 那他的民主选举制度 他就是主张一个 主张一个都挺麻烦的 激进民主制度 激进的民主制度 平方投票法 什么叫平方投票 什么叫平方投票法 他设定了一条方法 Square word Square word有点复杂 我不解释 其实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否定一人一票 他就是否定一人一票 但是他又不是完全否定一人一票 他的系统里面就是 其实他在说一件事就是 民主是为了什么 民主是为了权力的制衡 但是问题就是 民主始终都会有一个状况 民主始终都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会衍生多数暴力 就是 譬如我们经常都面对多数暴力 譬如我们 譬如现在 刚才在出口又说了 你以为 如果现在搞公投投票 应不应该传闻 24小时戴口罩 他一定会赢的 那些猪蟹一定会赢的 是吧 如果你搞公投 一定是混蛋的 是吧 你说 譬如搞个投票 搞个投票 是不是应该传闻去验武汉肺炎 他一定会赢的 是 投票我们一定会赢的 但我心里知道他们是猪蟹 那我们经常都会面对到 选举或者这些公投 例如 其实立法好选举也是 你看看泛民 泛民不是泛民特别厉害 而是事实上 投票的猪蟹是特别多的 是 那这个就是多数暴力 这个就是多数暴力 那好吧 但是 譬如 其实我们要去时报 就不信奉多数暴力 譬如要去时报 就会搞神七 是 我们不信奉 我们不相信这件事 我们是 我们是极有的 我们是极有的 是 我们是相信有钱的人 是会多票一点的 是 是 完全是市场主导 是 我们是用钱 我们是用钱来决定你的票 是 你有多些钱 你就有多些票 但是这又违反一个平等的原则 是 那在《激进市场》这本书里面 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主张一件事 就是 他主张一个叫做 他刚才叫做平方投票法 如果我改名字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 选票积分就是 越投一多就越多分 不是 而是 人 人生而有之 就有投票权 是 但是你可以不投 你不投 你可以存 是 哇 你可以存 你可以存 假设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意义 不是单纯的选举 是 就是不是单纯的选举 而是 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 都会用全民投票来决定 是 接着我们假设理解公投 好了 然后每一次投票 每一次投票 或者按年 你都会本身有一个 有一个 积分 是 他叫做公民发言权 是 因为他有点复杂 我尝试简化 总之你有一个积分 是 那个积分 然后就可以去换令选票 是 但是你可以选择不换令 你可以儲存 譬如 好像关于这个 是否 譬如如果有个是否 回购 回购西税 你没有意见的就不投 是的 即是你现在的 你一天 即是你这些选举 你一天就贊成 一天就反对 一天就弃权 他不是 他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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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直至到 好了 你一直都贊 你一直都贊 你贊了十年 你贊了十年 跟着完之后 终于 终于去到某一个位 终于关键一席 是的 是的 一年你都要出来的时候 你就整堆堆下去 是的 是的 那就是 那些投票 就变成了一个 有投资策略 就是 你不可以乱金投 你不可以立乱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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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投票 是的 你可以存起它 他为什么叫平方 他为什么叫平方投资 就是他不是立乱给你存的 因为他有一条算式 他真的计算过数 他的算式就是 他的算式很複雜 让我看看 都分享一下 虽然我觉得 龙树就是複雜的 你说过 就是 但是他有少少意思 有少少意思 他有一个square的制度 他有一个square wood的制度 就是 总之 你会有一个 你会有一个QV的币 你会有一个QV的币 但是 他那个QV的币 我不能记住 因为他事实上 在美国 是做了一个APP出来 他做了APP出来 去试行这个方法 他是试行这个方法 选招MPF 是的 他有 就是譬如你 那个QV 你有一个QV 那就有一票 然后 你要去到 有四个QV 才有两票 哦 即是递减的 有九个票 才有三票 是的 类似是这样 类似是这样 是的 你要去到Q9 就是Q4 你Q1就有一票 Q4就有两票 Q9才有三票 所以呢 你一路 你存的成本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就是你不投票 是有成本的 是的 但是他会 如果你坚毅 大家有策略 这样去做 他就会带来庞大的援报 是的 譬如我们 譬如举例 立法会选举 譬如我们 我们刺刺头 我们刺刺动员 那我们就很吃力了 喂 如果我们整班热狗 你知道吗 我们是真是忍他两届 是 是 那跟着然后 当然我们 我们就 我们就会 儲了一些Q幣 是 那跟着 然后呢 去到2024年 到时我们就35家 是 那跟着然后就会发觉 我们的投票人数是少的 是 但是票数就很多 是 就这样 那你就会有一个 那 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说法就是什么呢 他那个说法就是 第一就是 解决多数暴力的问题 嗯 就是如果少数 如果少数人 能够察觉到某些 譬如环保的议题 是 或者譬如永组基本法 这些关键的议题 譬如关键的议题 很关键的议题 例如是永组基本法 譬如是 这个这样的 譬如 譬如我们 要决定 要决定这个 面对武汉肺炎 到底是用隔离政策 是 是 还是用这个 群体免疫 是 那 没有人会支持群体免疫的 是 是 但是少数的精英 少数的精英 就会明白 其实是应该这样做的 嗯 那少数的精英 有没有多些话语权 那 也都因为你是精英 你投票是会小心一点 是 是 你不会情趣投票的 是 你都不会 他说那些政治家 那些政治家跟你说 这次你一定要出来投票 我怎么办 我留下一次 我待会有些什么 而且你可以策划一些议题 是 你可以策划一些议题 当我有一个政治的主张的时候 就是我要做一个政治主张 而这个政治主张很重要 那个政治主张 很重要的政治主张 当然它必然会有一定的复杂性 嗯 那我有一定的复杂性的政治主张 然后 但我要实行到这个复杂性的政治主张 我就需要说服一群肯定听不明白的 这个主张的人 最后在原理上来说 是没有够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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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于是乎民主制度 就是抹杀了 抹杀了政治发展的深度 是 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策略性的 嗯 那于是乎 亦都因为这样 亦都因为选民普遍是蠢 嗯 那于是乎 选举政治才会走向了越来越诈骗的方向 嗯 越来越情绪化 就是现在我们 我们现在搞选举 现在其实不仅是香港 无论是美国 嗯 英国 所有这些 所有这些 关忠说有点像美国选举人票 不是 是没有得累積 不是 最主要是有没有得累積 是有没有得累積 是很重要的 你说的美国选举人票是那个 每一票的辐射程度不同 嗯 就是不是每一张票是等值的 是这样 那就是因为那个周困 那个多人小人台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价值 那个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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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权有多少 那那个是不同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说的一样 不是我说的 是激进市场说的一样东西 就是说 你有没有办法可以部署到一个真正的政治策略 嗯 而那个政治策略是 离开了诈骗的 哎呦我们继续买 我还没讲完 不是 这本真的是奇书来的 我最初也有点误解这本书 如果不是我昨晚花了少许时间 看了我都猜不到原来有本这么奇妙的书 金钱丝都折 金钱丝都折 不是 金钱丝折 这个是激进市场不折 好 不就是要再说一次才行 那原理有点像信用卡做Mountage 是 是 是 有人说香港不效 不是香港才需要 从来都要一次去远一点 香港才需要 好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